我要先确定我这个根目底下 有没有一个叫member.tsd的档案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还是要从那个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地方复制贴过来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要有档案,有那个资料 那打开来的话就这个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可能你要慢慢习惯要确认一件事 把它另存新档一下 存档的时候,顺便看一下它的那个什么,编码方式 那我要讲过,那个编码方式这个还蛮重要,因为如果说 假如它编码方式是ansi的话 那你基本上后面就不用加第三个参数 但是如果你假设是utl8的话 那你就要加第三个参数 就是这样encoding等于utl8,就是你编码方式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OK,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确定有资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来撰写之前写过的程式,然后你们可以 把之前的那个 呃 程式再调出来,因为之前也写过啦,所以我们就 再把它复习一下 应该这个,我想 应该不算陌生啦 第一个的话就是f等于open open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边其实r不用 那后面的话跟他讲说,在我的那个根目底下 有一个member.tsd的档案 有没有 然后呢,我要把它读进来 所以读进来,逗点 第二个参数就是 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把它读进来 所以是r啦 如果说我要写就w啦 如果写到下面就append a嘛,OK,所以前面我们就这三个 那逗点后面的话呢,特别是因为他里面编码方式 是那个utf8,必须要加 但是如果他nsi,这个就不用加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啦 然后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 所以啊,特别是如何把这个资料一个读进来 然后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可以让他列在下,中间的话呢,中间加逗点 把它隔开 避开第一个 因为这个栏位名称不需要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把它避开 然后读进来 首先第一个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当然你可以用read啦 不过前面我们讲过,如果你用read的话 他读进来变成一堆的文字 那你要去切割 相对 比较麻烦 所以呢,通常 我们如果要把它读到资料库的话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用release 那我们来看一下,release前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用一个 这个 先用一个list去接它 那当然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把这两个 先把它执行 比如说把这个 这个的member读进来 然后把它print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 这个 list1里面 到底它放了什么 那我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它就会是 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之后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的话呢,基本上 它一定中瓜糊 那第一笔失料 有没有 那中间一定是加豆点 尾巴一定会有一个 换行 反斜线N 那它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所以这个0 那这个就1 1的话一样 然后这边又换行 2的话 所以这个是1 然后这个是2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会员编号 刚好跟它的编号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第1个刚好有栏文名称 那我们读的时候这个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你放到资料库里面 这个栏文名称没有人放进去的 一定是避开 所以我需要怎么 一个一个把它切开来 可是问题切开来的话 它假如说先取这个资料 那问题来了 取这个资料的话 它里面 总共呢它一直串的 所以我必须把它分开 那怎么分开呢 还记得吧 用个Splitter Splitter不是切 跟资料剖析吗 把它切开来 没有,切开来 然后就是按照豆点帮我切开来 所以它切开来的话 那总共就有5个资料了 那我就分别把这5个资料 分别把它读出来 所以底下的话 第一个我把它读成一个list 那第二个的话 分别把它切开来 所以底下的话 整个把它切开来 那底下的话 我们跑一个4维圈好了 这个4维圈的话 For i in range 特别注意 预设是从0开始 可是问题是我前面那个 那个资料 它是那个栏位名 这个不要 所以我就把0避开 所以这边输入1就可以了 1然后到哪里 到那个总长度 总长度的话 总共就是50个会员 所以基本上编号刚好编到多少 刚好这边 这个是0 然后1到50 所以0到50 应该是到50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要抓的话 应该是从1 到那个总长度 所以这边通常是 这个总长度的话 这个编号当然就51 有没有 为什么51 因为0到50 总共51 那也就是这个编号 这个51停下来 所以这个会得到50 所以会从 1帮我抓到50 又把1到50 这个会员的资料 帮我提取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可以做什么 底下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怎么把它 切割 这个 直接这两行 比较关键 我来把它重写一下 这两行的话 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 把它做切割 什么东西切割呢 就是例子1 里面的那个i 第几个 比如说第 过来应该第1个嘛 所以这边 中光阿弧 里面加个i 那它从1开始 也就是说先抓到第1个会员 这个会员 有没有 但是这个问题是 它里面只有一个资料 所以我要把它切开来 那怎么切呢 点什么呢 点split 有没有 那split里面的话 记得 按照 因为它中间都是 豆点隔开 所以你把它split掉 这样的话就切开来了 那切开来之后的话 记得 因为切开来之后 它 就变一个串列 那你变成要前面 它会返还一个串列 所以请你在前面再加个lis2 去接到它 有没有 那如果lis2接到它的话 特别之后lis2里面的第0个就是 编号1 第1个的话就是这个 它的名字 第2个的话就是它的绳子 OK 一直可以推 所以呢 我们假如说呢 已经把它分开之后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 再把它做输出 所以底下的话把它print print 括弧 那么把它什么呢 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输出的 分别个别输出的话 那就是lis2 第1个嘛 所以 我这边就是第0个 然后后面的话再串接 那通常是中间加d点 d点 然后后面的话再串接好了 假设我编号 第2个的话就是 编号是1的 那就是姓名 有没有 那一之类推啦 后面就是 第1个 跟人家这边应该改成1 那假如说我先输出输出两个 我们来试试看 切完之后 我取编号跟姓名 所以如果只取这两栏的话 执行结果应该是得到什么 应该是得到那个什么 第1 有没有 输出结果就这样 长这样 它的编号 跟它的名字 那后面还有没有 还有吗 那接下来我就讲 一直串到后面去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 再串什么 这个再复制过来 这个第3 第三栏 把它改成2 然后呢这边的话 再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一样的话 再串一个d点 然后再把它串到后面 那这边改成3 那中间一样 我把它加个d点 然后再串那个栏位 所以这边改成4 也就是因为它有5个栏位 01234 OK 然后这样的话把它print 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 结果就是 所有的会员资料 这样子就出来了 可是还是会有之前一样的问题 就是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换行 有没有 所以最后那个换行怎么去掉 其实你可以 要不就在这边加 要不就在第4个这边加 两个都可以了 你就可以 所以把这个 Sprint 这个后面 印象中是加在 加在前面 这边把它加个什么 加个strip strip 如果你要去掉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 换行的话 加一个strip 然后呢 把它的反斜线 n加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先把它里面的 换行先去掉之后 再做切割 这样的话输出应该理论上 就不会有什么 多余的换行 得到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一个一个帮我把它切出来 那如果你可以切出来的话 第二步呢 再结合什么 结合那个新增 就可以把资料写到资料库了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 第一步 先把资料读出来 那可以参考哪里 我刚写的这一段 在这里 跟这应该是 在云端白板的第47页 47页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按 都 илось val 试 试 试